市長 哥媽照理支持郭台平選 柯文哲一個Move 想躲掉媒體 不過進了一場 柯黑大魔王王世堅 已經等著他自投羅網 現在整個台北市政府 儼然成了柯文哲民眾黨的中央黨部 對市政資源這麼肆無忌憚 巧取豪奪啊 吃人夠夠 家人夠夠啦 柯文哲剛剛吃人夠夠 我給他拍一個 剛好而已 想要寄生上流 到最後是被上流放生 也說不定啊 王世堅搬道具 炮打柯文哲依舊不手軟 柯文哲阻擋後 首次議會質詢 藍綠難得有共同目標 我們市政府已經成了民眾黨的黨部 全家就是我家 我家就是全家 這個你2014的時候說過你不組黨 而且現在組了民眾黨 然後擔任了黨主席 未來有可能變成是郭伴的進走 藍綠議員僅要柯文哲濫用市府資源 柯文哲只能乖乖被罵收下藍綠送上的各種大禮 公務員包括政府官 我們原則上都會依法行政 該請假的一定會請假的 那我也跟他們講說 如果在時間上不能處理 那該辭的要辭的 你們有誰有聽過說我要選總統 其實你們還是不太了解柯文哲的 柯文哲再度喊冤強調真的不想選 不過他組台灣民眾黨 又跟郭台銘 王金平合作選2020 成為藍不疼 綠不愛的眼中釘 郭文哲宋 宋君宇 張元春 台北報導